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叫做各地区获利的统计分析 其实你这边你的Summary应该就要去写说 因为我们是针对2020年的9月10月11月 所以你可以写2020年9月是以中亚成长最多 9月跟什么11月 然后第二个就是2020年的10月是以北亚获利成长最多 这是你要报告给老板知道的 让他知道说原来这个地方他是在成长 然后你必须要做出这样子的简报 记得这些图 这些图您都不用去花很多的心思 你就直接用他既有的这个设计 我觉得这样子的图贴在简报里面给老板去看就可以了